現在我們來介紹比較審戀法 這個叫做Comparison Test 這種的話呢 這種是什麼狀況呢 是一般的狀況 這是可以用我們一般的想像 就可以想像出來了 假設這裡面An跟Bn Bn永遠壓在An之上 那麼這個極數假設它收斂 各位同學的話呢 大的收斂如何 小的當然就收斂了 那各位同學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 如果我比較大 我收斂 當然你就跟著收斂 那麼現在再來看 假設它是發散呢 它是the verge呢 如果小的是發散 那我也可以肯定的說 大的當然也會跟著發散 這是我們非常保守的做法 當然了 這個方法的話呢 看起來是理論上很簡單 但是我們要實際上要應用到我們的題目上 那麼我們需要稍微練習一下 那這種題型的話呢 稱為比較省戀法 常常要搭配我們剛才所學的 幾何級數 批級數來做比較 這樣子就可以對付一些看起來我們不知名的題目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樣方法來解決 那現在我們要利用一些比較省戀法的 來做一個例題 讓各位同學了解怎麼樣使用 在使用的過程之中 我們要告訴各位同學我們要熟練 這是5n平方減2 好我們來看囉 這個地方的話呢 很複雜 我們看起來的話呢 這個會變減2的話呢 是分母會變小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是大於5n平方分之n 那各位同學的話呢 要了解這樣子的減了 我們的話呢不減的話呢 分母會變大 所以反而會變小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那現在我們又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n跟k跟n消掉 所以這個是5分之1乘上n分之1 那各位同學的話呢 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出來什麼呢 這個級數 我們來看看 這個級數是什麼 這是調和級數 p級數當n等於1的情況 所以它是發散的 我比一個發散的還要更大 所以它是發散還是收斂呢 當然是發散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從這個算式裡 不等式裡就可以了解 怎麼樣去判斷發散還是收斂 那再來看這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一般式是什麼呢 是這樣子的 2的n次方 這看起來也還蠻複雜的 n加1分之n 現在我們要怎麼看呢 我們來看 這個是這一塊 這一塊是比1要來的小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肯定的說 它是小於2的n次方分之1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 再看這個 2的n次方分之1 這是什麼 這個如果說要回憶一下 剛才我們所學的 這叫做幾何級數 公比為多少 2分之1 所以我們這個是收斂還發散呢 R是等於2分之1 當然是收斂 那麼我們發現這個級數 它小於一個收斂的一個級數 那它是收斂還發散呢 那當然是收斂 所以我們利用比較省斂法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的話 我們要熟悉不等式的運用 然後把一個不知名的一個題目 轉成一個讓我們了解的題目 比如說像是幾何級數 或者是P級數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解除很多 很多有關於 我們不了解的一些級數的收斂 或發散性質了 那剛才我們介紹的比較省斂法是 拿出了用不等式跟一個不相關的一個級數 來做比較 那麼現在我們來做一個看起來比較容易的做法 就是假設這兩個都是正數 AN跟BN 那麼現在的話有兩個級數的話呢 一個叫做AN一個叫做BN 假設他們兩個的比率相除出來以後 答案是一個定數 如果是一個定數 那麼我們可以告訴各位同學 這兩個級數 它是收斂跟發散 它是等價的 同時它因為它兩個比率是一個定值 那麼如果說更進一步的來說 假設L是0呢 0是什麼情況 如果一個極限值啊 趨近無限大的情況 如果是0的話代表的是什麼呢 底下增長的比較快 所以的話 只要是底下的是收斂 那麼上面就不得不收斂 那這種情況的話呢 我們應該可以直接從這個字面上 就可以直接了解 但是在我們的解題的應用上面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立題 讓我們的話呢 實際操作 來我們來看看這個立題 這個立題是這樣子說的 第一個 討論這個是收斂還是發散 那現在我們來看 那教各位同學怎麼看啊 這個題目可以用比較審戀 用前面的方法 不過這個地方看起來比較複雜 因為這邊有變數 上面又是減的 我們要直接小於或者是大於 不太容易 那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K是幾次呢 它是一次 這K是幾次 三次 那麼教各位同學怎麼做啊 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上面 這是第一題 這個上面是這樣子說的 K三次方 加上K 加一 我們把原來的放在上面 底下的話 我們來跟誰比呢 我們跟 K平方 分之一來比 我們用這個極數來 這個極數我們應該非常的了解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P極數 來我們看看這個的極限值是多少 如果K趨近無限大 各位同學的話呢 不妨計算一下 這個底下的話呢 分母的話呢 是K的三次方 分子是3K的三次方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快速的寫出來 它是3 那麼它的比率會是3 所以這兩個收斂還是發散 它是一起同進退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得到了一個結論 這個是收斂 那這個也是跟著收斂的 那現在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是收斂還是發散呢 這個地方看起來也並不容易 那麼我們把這個題目做一個跟另外一個比較 這個地方我們來告訴各位同學的話呢 裡面的想法是怎麼想 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K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這個平方帶頭的是二次方 然後這邊有開根號二分之一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次的形式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怎麼做 先把它這個照抄寫上去 這個地方是根號K平方加K 那麼我們的目標是跟誰比呢 我們目標是跟K分之一比 那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兩個的話呢 才會能不能夠類似的 K趨近無限大 現在的話分母是什麼 來看看啊 分母是 分母是根號K平方加K 分子是K 那這個地方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這邊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這邊可以算出來這是多少 這是一 所以這個級數跟哪個級數呢 跟這個級數K分之一 它是相同收斂或發散 那這個是我們的所謂的調和級數 收斂還發散呢 它是發散的 所以我們肯定的說 它也是發散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所謂的 比較省戀法 比較積極的做法 就是利用極限值的方式來處理 會稍微容易一點 會稍微容易一點 然後是